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絕望監牢,上次說到應該是新的犧牲者 但我剛才錄了一點後發現沒有開咪,所以我們又要重新來過 雖然是玩過,但劇情也不是很多 好,繼續調查,今天由哪裡開始調查呢? 好,嗯?又有信息來了,這個劇集 蛤?這個是...是這個影片,小丑的 Hello,回到時光又到了 小丑身後的小恨,快點看看 然後自己的方向,我們看到站在對面下寫教室的小丑 這次真的有小丑出來了 即是他會在我們看到的範圍中看到小丑 這次就不是影片了 快點看看 然後小丑走,當我們來到的時候走 好,小恨 你真是上次那個大口很壞的那個 也是霸凌的一個核心人物 霸凌的一個核心人物 OK 有個計時起一樣的東西 難道是炸彈? 開玩笑而已,快點想辦法救他吧 這個聲音哪裡傳來的? 炸彈上面好像有一個喇叭 炸彈裡面有大量的鹽酸 如果到計時結束之前還沒解除 鹽酸就會被炸到周圍 你猜他會不會變成怎樣? 當然啦,如果你們都在的話 你都會跟他一樣 快點救我吧 你要為你犯下的罪行進行贖罪 拜拜 顧不到以上不度的戰害 OK,來了 調查環節 還有這個密碼鎖 要輸入四位數字的密碼才可以解除 一定要盡快輸入 接著我們就看看這個證據 這個煙,有個氣球 叫做刀 其實都算簡單的 星星吧 他這張 神牌波 然後我們可以逐個逐個計 因為這個密碼應該是看回數字上面的物品 然後再進行計算 所以8是有1,2,3,4,5,6,7 應該是6,7 應該是7吧 所以第一個Number是7 然後10是 10是綠色氣球 綠色氣球 1,2,3,4,5 所以就是75 至於KING KING就是淺藍色刀 淺藍色刀就是1,2,3,4,4 75,4 然後YIN 怎麼會有張Joker 75,4 應該是 還有張 應該是7,6,4 應該是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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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 深選 錯了 好像不對 再計算一次 再計算一次 證據吧 8是星星吧 所以1,2,3,4,5,6,7 星星是7 星星是7 然後第二個是10 綠色1,2,3,4,5 5吧 1,2,3,4,5 5個氣球 即是75 7,6,5 現在把刀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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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4 1,2,2,3,4 1,2,3,2,3,2,1,2,4 1,2,2 1,2,3,3,2,2,3,2 2,3,2,3,2,3,3,2,3,5 7542? 好難喔,我想要找些東西寫下才能記得 1 2 3 4 7552? 行了,對了,7552 如果一直在想,一直在說話都有點困難 對應的就是這個Poker上面的數字 然後只要輸入正確計的數量就可以了 但最後那張Joker為什麼會有呢? 解除炸彈 停止了,計時器 太好了 Yokata 他現在去救你了 真可惜你以為這樣解除了 但沒了,計時器又再溫作了 剛才不是抹正確的,怎麼會這樣 唉,好遺憾 炸彈一開始就不會解除了 哈哈,我是小丑 小丑會說謊有什麼奇怪 重生開始,嗯 快點走啊 不行,沒辦法弄下來 我猜應該是假的 我猜應該是 救我命啊,求你們 但我猜我們玩完了 砰 什麼? 這個好像是派對的量片 哈哈哈哈 有沒有嚇到你們 有些鹽水騙你的 是假的,你的目的是什麼 哎呀 哎呀 想不到既然是賴鳥 平時擺出一副 了不起的樣子 做著這個姐妹團的領導 想不到既然會賴鳥 想不到既然會賴鳥 如果這件事給學校的 大家知道會怎樣呢 你真是假內的幽靈? 你猜一下 不過這些人呢 他們知道我是誰 總之看到有趣的真正太好了 再見 應該不是假內的,是幽靈吧 既然你這個獸都要這樣屈辱 沒什麼小痕 放心吧 我不會把你的賴鳥 告訴你 你真是小孩 他經常都做的 智雷,你對我先不要說話 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裡 我要去問你 我當然要去廁所 去廁所? 對了 哈哈哈哈 不要動人說 這次搞這麼大的機關 這個小丑 這個加內的幽靈真的厲害 我還是這麼想 也就是說 剛才加內的幽靈在這間教室裡 對了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不知道 但這次確實他會在這間課室出現 調查一下現場 這些腳印是誰呢? 是小恨的? 但是小恨剛才沒有穿鞋 這個鞋印的確不是阿恨的 難道是綁了小恨的小丑留下 這樣很奇怪 小丑不是幽靈嗎? 幽靈沒有腳的 確實 也就是說 小丑不是加內的幽靈 這些腳印就是最好的證據 看來小丑一定是人類 原來是這樣 不過要證明這一點也有難題 如果小丑真的是人 那套被襲擊的時候 他們怎麼從這個屋頂 瞬間移動到中庭呢? 這個... 定還是其實我看錯呢? 因為我上次記得 它是... 即是它不是... 它不是綠定的嗎? 幽靈是你現在人類做不到的 搞什麼?你們幾個好吵 搞到亂七八糟 搞到什麼來 你們 因為那個小丑出來了 加內的幽靈 你說加內的隔離班那個女生 我畢竟都是這個學校的老師 怎麼不認識 他的學生 不過你剛才說他是幽靈? 這個亂說什麼? 那個女生還沒死 怎麼叫幽靈? 還沒死? 清場實在解釋一下老師 那個女生後來沒有上學 都沒有聯絡 但是家屬並沒有向我們傳達她的死訊 讓我們處理後續工作 但是大家都這麼說 大家都說因為被霸凌所以才自殺 這些人傳人 傳到亂七八糟 這是傳言的嘛 估計是哪個學生呢? 覺得有趣才這麼說 這群帥哥就是 你怎麼樣啊? 記得收拾東西啊 好像無意中得知一個驚天的事實 原來還沒死 所以就一定不是小丑 一定不是幽靈 那誰是犯人呢? 就是這個時候 喂! 嘩! 超恐怖的出來 聽不懂 時間到了 現在就要進行絕望審判 快過來 這裡就是絕望監牢 人類 這裡是誰啊? 嘩! 你都成為那些家屬的同伴 我們是絕望監牢的管理人員 楊誓這樣告訴你 你這次也要討論 不要這麼多時間 快點 好,明白 都幾快手 首先整理 受害人 心懸套 八川行 兩個都是霸凌的話事人 大家姐 共同之處都是一個小丑樣的家伙 還有作案之前一定會發現這個 發現什麼? 一定會傳影片 對你們的復仇 所以我們最開始 這位犯人就是霸凌是自殺的加萊的幽靈 但其實加萊還活著 並沒有自殺這件事 也就是說 小丑一定不會是幽靈 之前進行調查的時候 我們得出了結論 但小丑是人類 那其中一個小丑 很難解釋 要證明小丑是人類 是因為他可以瞬間 其實不是真的瞬間 去到中庭都不知道 老實說 OK 沒錯 那個小丑瞬間從屋頂移動到中庭 那時候就是下一條 分身靈是沒有特殊能力的 所以如果犯人不是幽靈 那他怎麼做到呢? 這個的確是一個難題 犯人用什麼特殊方式呢? 那一順移下去呢? 他還要兩樣一起 即是兩個一起調下去 對 即是連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一開頭的那個受害人 比如從這個屋頂跳下去 你這個庫有想像力的推理不錯 但這樣一跳下去神仙都頂不住 都對嗎? 我想到一件事 要不要重新看一下 他第一個影片可能有什麼線數 對,他連十字架都是到的 啊,18點左右 對,所以其實 根本就 根本就 他不是同一個時間點來的 因為考試期間 這個社團運動停止了很多人都回家 然後我們看 一個影片一起跑到屋頂 但當我們跑到屋頂的時候 小丑和兔已經移到中庭了 整個過程都沒有一分鐘 人類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移動 但這次的分身靈做到 一定有什麼機關 目前視索只有這個影片 讓我們確認一下 打開這個 手法的 操場 這麼多人 一對人 我們去的時候 其實已經晚上 好像7點鐘 我覺得 直句就是操場 操場 你看操場 上面有足球隊的訓練 他們很悠閒 他們 他們為什麼會提示呢 這個影片 傳來的時候 是考試期間 社團運動都結束了 好 影片發來的時候 足球部的家伙沒可能去練習 原來是這樣 不過是你 這樣也注意到 但什麼一回事呢 這個社團活動停止了足球部 還在這個操場上 這一點我們可以推理出 這個是幾天前拍攝的 這個影片可能是幾天前已經拍定了 也就是說 發來的時候 兔童小錯 根本都不在屋頂上面 傳來的時候都不在屋頂 那這個又有另一個疑點 就是為什麼這個人可以被人補了那麼久 補了兩天 補了幾天 我們還以為那個影片是按發時間同時拍的 被他誤導了 這個就是瞬間移動的真相 對 一早已經看得出 一早就不會在那個地方 即是他傳來的時候 沒可能已經在天台 不過身後的兔童怎麼解釋呢 這個 我只是把假人模型之類的東西 打扮成兔的樣貌 哦 都對可能是 因為他戲劇部 這樣一來瞬間移動的謎題已經解開了 這個犯人是加萊想法是錯誤的 不過現場留下的恐嚇信 我要向你們復仇 看起來好像被欺負的加萊寫 我覺得 恐怕是為了不暴露自己的小手段 他為了把這一切搞得像加萊復仇 還突然採取了看起來好像幽靈一樣的瞬間移動詭計 聽你這樣說一切都想通了 到底是誰做的呢 根據兩名受害者的人際關係 是美香子 愛麗絲 還是武茲 這三位其中一位 他們其實表面姊妹的實際關係非常之差 我覺得他們當中 肯定有人非常痛恨這個表面姊妹團的兩位領導人 那我們先整理一下三個人的情況 首先是美香子 他當然沒有什麼主見 一味贊同 他似乎很害怕套他們 沒錯 然後愛麗絲 他好像在這個表面姊妹團都不是很受歡迎 就算不是表面姊妹團也沒有什麼歡迎 一個人被留在袁叔 聽你真是可憐 的確 阿恆以前說過 為了保護自己經常說謊 這就是可能大家不喜歡他的原因 然後最後就是沒有知 聽你和大家的關係還不錯 但套被襲擊的第二天他退絕了阿恆的邀請 當時的氣氛有點尷尬 大概就是這樣 犯人究竟是哪一位呢 我們還沒找到確實的證據 還有什麼談下去都不知道身份 我們又要問了那個分身靈 接牌就要問分身靈 第二次絕望監牢 我們開始 OK 打出襲擊套龍杏的身份 其實我大概知道身份是誰 對了 估計應該就是這個母G 我覺得 我不覺得愛麗絲可以做得到小醜 這個可以排除 至於這個尾香子 這個尾香子 他說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他沒有什麼主見 就說很多時候都會阿如鳳城 那兩個主謀 剩下的就是這個母G 這個母G應該像是那個小醜 我覺得 我們來看看 你試學完的學生嗎 認識家內嗎 學拍了兩個人嗎 認識家內嗎 接近核心的問題 當然是yes 如果是接人的話 如果不認識的話 一定不會這樣問 接著我們可以抽新卡 升level OK 你喜歡傷害別人嗎 是不是可以再抽 裝成小醜有什麼意義 這個應該是因為他是戲劇部的人 這些不用問 家內喜歡你 這個都不用 直接看完五張 哪張最重要 這個吧 裝成小醜 有意義的 應該還有沒得抽 還有 有沒有直接參與家內的霸凌事件 沒有參與 家內喜歡你喜歡傷害別人嗎 還有沒得抽嗎 還有 最後有你的學校媽媽 這些沒什麼用 最後有沒有見過家內 沒有見過他 已經 嘩 好像沒有什麼好東西 全部都 加上我希望你發一下這隻 才是罪行嗎 還有沒有再抽 再抽 已經差不多本領級所有了 火車 分不來 OK 希望你發一下這隻罪行Mano 希望你發一下這隻罪行Mano 這句吧 找不到核心句 怎麼搞的,其實都可以升上去的,OK 加入有幾宗道歉的事理嗎? 你喜歡你的指揮,都不用問,一定不是 這個,一定有,一定有才會再做這個,就是他會先扮以這個小丑來的 曾經有增值的朋友,這些不用問 演藝部的人,其實就算是演藝部,我們都不知道哪個是演藝部 都不知道哪個是演藝部,沒有一個名單寫 這個已經是核心問題了,一問他就知道是哪個 那我知道了,OK,來,其實可以看完的,看完 現在你有增值的朋友,這個也可以問 看看他會不會當他是另外的朋友,他們那些全部不是朋友 也就是說這個分身靈,當他們那個什麼閨物團 全部都是表面姊妹,欸,抽完了 你被欺負了嗎,問問問這張 欸,不抽得了,沒得再回答了 沒得再回答了,那我們來吧 本次的分身靈是武協貓之,不知道是不是讀協字 原本和嘉玲是一個朋友 大鑊,好朋友還是姐妹,好朋友 在家內被欺負的時候選擇了,坐視不管 於是為了 好,屬罪的他集結了套龍行 好,就這樣 欸,中了中了 OK,可以了 OK,結法分身靈的幽靈 嘩,成績是C,為什麼 OK OK 體力不足了,我們要開體力了 多少張啊,要 兩體力 你就是本次犯人 完全正確啊 今次分身靈案件都是因為他而起 他就是這個罪魂魔獸 那小抽就是,沒錯 引發小抽事件就是我了 案發經過就好像你剛才揭露一樣 是背背了嘉玲的話,為了進行贖罪才做 贖罪? 原本我跟他都是戲劇部的人 那這個Locker的照片 嘉玲旁邊的就是我了 我跟他以前是最好的朋友 但有一天他們就開始欺負了小嘉玲 最開始沒有在意一直陪著他 但有一天他突然叫我出來 說如果繼續跟他在一起 我都會成為他們欺負的目標 我感到很害怕,於是就跟小嘉玲斷絕來往 在沒多久,嘉玲就不來學校了 一定是因為知道了我的背叛因此受到很大的打擊 對自己所作所為感到深深的後悔 而在過之後加入了他們表面的團體 為了不被欺負撞出無所謂的樣子 為了不令他們討厭 就好像傻傻地在笑 因為自己不會受到霸凌的都很安心 但也覺得這樣想到自己真是癮心 後來我就因為產生的罪惡感絕望 因此出現這個昏生靈的現象 這就是我彈性的原因 那襲擊套他們是 我想真是贖罪的 讓他們感受一下小嘉玲當時的痛苦 我覺得這樣做,罪惡感就可以輸解 是否很自私呢 順帶一提,說小嘉玲自殺的都是我 為何散布這樣的要言 因為我覺得令他們自殺了以幽靈的狀態來復手 他們會感到恐怖 然後因為自己所作所為都內疚 原來如此 小武之一直被拋棄的小嘉玲的罪惡感折磨著 一定很痛苦了 我痛苦? 痛苦是他 我就是一個逃避的卑鄙小人 被欺負的小嘉玲的確是最痛苦 但你同樣一樣最痛苦 你說什麼呢? 你根本都不理解我不要亂說 因為至今我都一直逃避 一直害怕被周圍的人否定 一直逃跑過著痛苦的辛苦 但不打算再逃避了,改變了 因此你根本沒有必要在意其他人的人 你要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 不要被周圍的人想法的行動左右 我覺得這麼簡單 如果被其他人討厭和欺負我怎樣? 被討厭都無所謂 被討厭都無乖 加入我們,我們整班都是被討厭 如果你被人欺負 被人欺負的話 我們一定會幫你 是啊,神秘的 我自己沒有願意幫助任何人 沒錯 為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們這些奇怪的傢伙 我真正想做就是道歉 我知道他可能不會原諒我 但這件事之後我做到 必須向被我傷害最好的朋友致歉 我也會支持你 看你們談好了 現在開始整理了 搞不好 感染了 印象顯現場的我 não知 因爲被被 op 알려 被他�를莫的交代 First分後 令他分身 靈從罪惡當中一誕生 唯了複罪患發本次68 於是人曾經感證 真正的面目以及動機正前被揭露 這個要做一個人正化 要等我們內容正化 3秒淨化,消失了 通關,要一體力,我們用一體力看看 被淨化的分身靈作為光化,消失了 又解決了一單,能消滅第二個分身靈都很厲害 我們按照若頂會昏述你的記憶 OK,暈了過去 這個應該就是上次火災的事件 父母的工作從東京的中學轉到這裡清蛋糕多多關照 東京的中學,未到鄉下的地方 唉,又要轉校,又要重新認識朋友 嘩,很快又要轉走,還有認識朋友的意義 Hello,轉校生 然後東京來,厲害 後來叫嬰書,多多關照 我們一齊花去放學,可以啊 就這樣說,從今天開始就我們的兄弟幫了 表面的兄弟團 表面的兄弟團 我們說一下東京的事,我明白了 這個轉校生難道就是我 還有嬰書這個名字,聽起來很熟 嘩,又要吃體力了 吃得那麼快,體力 幾天後,回去酒吧 這麼快突然回去酒吧 你回來了 歡迎回來了,智朗 你回來得好慢啊,一起幫忙吧 怎麼大家都在這裡呢 因為我們要進行這個歡迎會 歡迎會誰啊 蛤,沒跟你說嗎 其實姆姆姆也加入了我們的神秘案研究部 一堆人都入了你 Hello 姆姆到了,姆姆 比我想像中更快 這些裝飾品,難道是為了我? 是啊,不過只是準備到一半 哎呀,不用那麼浪費 不過多謝你們,好高興 那幾天值得紀念的新成員 我們必須要慶祝了 多謝大家 多虧大家才意識到自己的軟弱 一直逃避啦 一直選擇逃避自己得到很多脫變 一切都是各位的功勞 我都沒有什麼好報答的加入你們 嘩,你的心意真的太令人感動了 所以我也要好好努力 其實我剛剛去道歉了 你去了他家 對了 有沒有看到 沒有啊,被他家人說了出來 但我不會放棄的 原諒我之前我打算每天都去 希望有一天可以接受到你的道歉 每天去道歉啊 太堅強了 而又下次歡迎會 喂 年輕真是好 阿寶 好,快樂進來歡迎回過來 拜拜 各位明天員 你有一班好朋友 7點記得有人寫了一封信給你 誰會寫信給你呢 收檢人寫的日禮裡面浪我沒有看到 誰寄來呢 寄信人的地址是空白 難道是他們兩個 這個是... 不要再搞我了 這個是對你的警告 如果你沒事這個警告可以做好心理準備 寫風信是甚麼一回事呢 喂,猶豫體力了 我的體力不足了 只剩7張 我不想用那麼多 但我又不想課金 我想看看他的活動室是甚麼事 普通結局之後 我們有第7、第8、第9張 OK 他是不是現在有個活動室是甚麼來的 享受角色門之間的有趣對話 打工獲得金幣 購買禮物 送給自己喜歡的角色 賺基本解送特別的故事 嘩,要認識朋友 要做part time 哈哈,要做part time 商業階居然抽獎 可以獲得角色的服裝 嘩,可以幫他扮靚 這麼有趣 獲得金幣 兼職獲得金幣 購買禮物的通幣 抽獎獲得限定裝備 直接購買或者 嘩,要有體力的 轉入角色職過送禮 非常喜歡就會增加基本 使多些進行嘗試了解角色的喜好 厲害,現在有這樣的東西 裝飾了嗎 我想應該大部份的人都是 都是幫劉姨換衣服 只有劉姨可以有甚麼裝飾 咦,有喔 有帽和帽帽,那你帽帽先看看 看你帽帽的樣子是怎樣 喔,OK 那帽子呢 帽子也是帽子 全部都是 最正常的 那現在我要幫他 賺錢之後送東西給他 我們試一下抽東西 他是不是有得抽東西 抽獎 我有四張抽獎券那麼多 抽一下 抽SSR 留意的 留意的這個 三星 喔,他有 三星是最厲害 三星是多少%,10%那麼高 抽獎來講 抽個三星來看 兩星 又是吉封留意的 又是吉封留意 欸,沒有留 沒有了,這麼快 不是 抽獎不足 我不是有兩張嗎 抽獎券四枚 四張才抽一次嗎 不是吧 我們看一下吉封留意可以換些甚麼 平時的蝴蝶結 曾經的衣服 曾經的衣服是怎樣 舊的衣服 真的喔 舊的衣服是這個男子裝扮 他做甚麼公道部 公道部的經理 穿的衣服 穿的衣服 這件是男性化 這件是女性化 很明顯看得出 為甚麼還有一個鈴鐺在頸上 真的有人這樣穿嗎 日本人真的有 不奇怪 沒見過 暫時好像沒見過 好像那些甚麼女僕咖啡廳 有機會見到 不知道他們在故事劇情裡面 是否都是這個裝扮呢 好,今集先玩了這麼多 因為體力不夠 我又不想用這麼多體力券 我要留一些 可能之後 等好危急的時候 想拍的時候 再用 好,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有按訂閱 拜拜 如果記得按讚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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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緊 我們下次見